平农市归来国小幼儿园小朋友 唱唱跳跳为创世平农院园游会宣传记者会揭开序幕 创世将于5月28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 于平农公园叶林大道举办爱要大声说亲子园游会 印象建设有限公司率先捐赠60万元 并广摇上下游协力厂商一同响应公益园游会关怀植物人 印象建设今天来做这个活动是刨砖领域 在地建商然后来服务在地这些我们在地的人 虽然前三年没有办 可是我公司还是都有把那个基金送过来 来分享这些爱 今年今年一定要100摊 在5月28号在平农公园要100摊 现在已经招募到70几摊 创世今年的园游会将有超过百摊 琳琅满目的摊位 吃喝玩乐通通都有 还设有亲子闯关游戏 过关可索取好礼 在记者会现场印象建设董事长王世贤 平农市玉皇宫主委陈议会与创世贤农院院长林爱华一起体验套圈圈 小朋友也体验了打弹珠丢沙包等闯关游戏相当有趣 那现场呢我们邀请到悠悠家族还有当地的美食像多卖绿 城间厨房还有许多在地的像龟来肉丸这些等等 还有许多有关于闯关的活动同玩的游戏 那我们这次预计要募集的是100万的安养经费 还有进摆摊的摊位 那目前呢有达到八成 还有两成呢需要大家来共襄盛举 创世平农院目前安养59位植物人 到宅服务78个家庭 盼社会大众加入乐善好施的行列 认住每摊1万元摊位 参与摄摊捐赠物资或预定原油券 为了帮助植物人 连锁早午餐品牌全间厨房 特别在平农市20家门市代售原油券 并加码购买10张原油券及20张原油券的赠品 增加民众购买1元 反正在我们的据点所购买的原油券的部分 我们这边都会加振 就是随身瓶 还有我们的好用的购物袋 那陈所长当日部分也会在原油 总部这边也会在当天的原油 原油券会场那边做义卖的汉堡 创世表示原油券一张面额100元 还附摸彩券 目前也卖了五成2000张 除了好里摸彩 当日捐赠发票 还可索取一个环保购物袋 还有悠悠家族的洛里姐姐 及橘子姐姐唱跳 归来太古队等表演 为原油会增添欢乐气氛 邀请社会大众共襄盛举 亲自原油会增添欢乐气氛 记者张如荫 柳建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